設計師強姦罪少女籌7年半 以找嬰無為名強姦16歲女網友的眼鏡設計師賀文浩強姦罪成 他知道判7年半監之後深呼吸,整個人都頹齒 案情說被告透過 Amazon 認識到16歲的事主 自稱是24歲的台灣與香港混血兒 說可以幫她安排做無得意 叫事主去她家裏練習,為免鋪屎生硬 要事主飲白酒扣橙汁,又要她換條透透的短裙,脫胸圍底褲 事主表現為難,但被告說要專業 之後就幫大罪的事主拍裸照 又幫她有肚子按摩到胸,更加肺樸強敏她 在無用安全套下強姦了事主 事後又發 SMS 給她暗示自己有性病 警方在她的電腦找到97張事主的性感相 和兩個人的性行為照片 辯方求情說她並非濫交,只是希望和事主做情侶 反而是事主擁有多個男伴 被告缺乏自信,怕被拒絕和拋棄 不懂得處理親密關係 案發前,和朋友開設的公司 因為這個案件已經倒閉 法官說事主因為怕拿照放上網 和怕染上性病,加重了抑鬱症的病情 不過相信女事主作工是有隱瞞 法官認為被告只是借罪行兇,並非霸王硬上宮 就判她七年半監 坐上 泡霸 雷 雪 水 磁 雪 女 泡霸 雪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